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狀元瓜的釀造酒第一集 本片提供隱藏字幕 釀造日是2022年的5月26日 我們將狀元瓜釀造處的釀造程序 分成四集 分別是第一集的前置作業 第二集的酵素釋放 第三集的酒精發酵 第四集的醋酸發酵 狀元瓜的特色 它是一個瓜類的猩猩 產地在宜蘭的狀圍為主 生產在端午節的前後 它的營養 含蛋白質脂肪鈣跟鐵 選購的藥理 外皮光面有皺紋 果實為橄欖型或者是橢圓型 成熟時果皮呈現金黃色 果肉厚 肉色的蛋白 肉質細緻 清香多汁 把它清洗一下 再把它擦乾 再擦乾 擦乾完以後呢 把它晾乾一下 不要留下水分 好 我們破開以後呢 把紙把它清乾淨 刮一點果肉 來量一下它的糖度 呢 莊圓瓜它的糖度呢 12B 因為皮太厚 所以切成半狀 來取肉 好 取肉的時候呢 刀子 要小心 用這樣子切比較正確 那我們再把它切小塊 準備要來碎塊 準備要來碎塊 先把它裝到容器裡面 剩下一樣這樣子 把它取肉 再切小塊 好 剩下最後這個部分呢 同樣的作業 把它裝到容器裡面 我們準備一個670cc的玻璃瓶 準備要裝這個果肉 上面放一個肉斗 然後碎果以後呢 準備要秤重 準備要秤重 現在已經碎果碎完了 把它倒在這個容器裡面 好 這一款我們加糖 加的是白砂糖 加糖 加糖的時候呢 要慢慢的加 避免超過 我們使用 我們使用 74克的白砂糖 把這個糖呢 攪拌均勻 好 我們把它貼標 重點日期 好 蓋子輕輕的蓋上就可以了 稍微把它鬆一點 1次 1次 是本篇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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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 1次 大約 2次 1次 1次 酵素发酵 再爱酿造处15-2 谢谢观赏 如果喜欢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